大家好 欢迎收看 我是罗文斌 那大家等待已久 期盼已久的这一波强谈 终于在今天出现 我们看到今天大盘开一个小高盘之后 即便盘中有震荡 但是随即往上拉高 盘中一度大涨369点 最后收盘还是以超过350点的涨幅作收 加钱指数收在14336 我想对于今天的一个大涨 我们都觉得乐观其成 因为毕竟跌得这么深 来一波强谈 不管今天谈上来谈几天谈多久 至少可以让大家怎么样能够有喘口气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绝对是好事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专家权威 又开始在预估 这波弹上来 可能有机会有过千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又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那其实我们说了 叠声之后出现反弹 我们绝对乐观其成 我认为这也是绝对应该的 天经地义而且绝对需要 对不对 但是这波弹上来到底能够弹多久 那个弹多远 我想大家 我认为了 乐观归乐观 但是怎么样 不要过度期待 不要过度期待 为什么说不要过度期待 我这样说好了 今天大盘为什么大盘 为什么出现这波这个强盘 是因为美股呆动吗 美股昨天是涨 四大指数收红没有错 可是昨天是大涨吗 也没有啊 对不对 那你说那今天亚洲股市表现也不错 亚洲股市有大涨吗 也还好吗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今天台股 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弹腹 这么强劲的一个反弹 到底为什么 除了说跌得够深以外 这段时间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其实就条件上来讲 老早就该有一波这样的一个反弹 至少融圈在高档 至少融资在低点 代表整个筹码面的优势是归多方所有 对不对 加上跌深 其实一波强坛本来就是应该的 那为什么会在今天出现 既不是雅股也不是美股 为什么今天出现强坛 其实最重要的我认为了 其实在今天有一则消息 在今天的某个平面媒体 在A1的头版头 他下了一个标 国安基金要有动作 这个消息猛 为什么说这个消息猛 你想 国安基金要开始有动作的 一看 乍看之下 国安基金怎么样 准备要弦命进程 如果你不考虑太多的话 你光看字面 好像国安基金怎么样 准备要进程 那你说国安基金准备要进程 对整个盘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我这样说好了 国安基金上一次什么时候进程 是不是在两年前的3月19号 有没有 当时大盘被打到了8523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个时候国安基金进程 换句话说 当时在8500点的台股 因为国安基金进程 当然整个主客观的条件 后来整个疫情的缓和等等等等 美股的一个窗高 所以光那一波 整个台股 从8500一路涨到哪里 一路涨到18600 前面足足多了一个1 前面足足多了一个1 换句话说 那一波从低点到高档 总共涨了超过1万点 可是低点却是国安基金进程 所造就出来的 所以开始V型反转往上 对不对 所以我想 当这则消息 尤其是平面的媒体 以A1的头版头 这样一出来以后 对盘面的激励 当然就非常的一个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开高之后 一路向上走高 有没有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国安基金要进场 开始有动作 他没有说要进场 他是说开始有动作 对不对 有动作就一定是进场 当然这里有提到 国安基金怎么样 下个礼拜一的盘后 收盘以后要开会 也就是下午要开会了 大家当然难免会有一些联想 因为国安基金总要先开会 然后大家通过了 然后资金才能够进场 但是记不记得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两年前的三月 当时国安基金开的是临时会 因为看到行情这样一路下去 对不对 疫情这样突然的升高 不进场 整个金融秩序会乱掉 所以当时他们闲命进场 当时因为进场 也让整个行情出现了指稳 然后一路往上 但是所不同的是什么 我必须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这一次国安基金开的 是不是临时会 不是 他在七月 他在七月 本来就有排定例行的会议 本来就有排定例行的会议 只不过他把这个例行的会议 把它提前一天 他把它提前一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这本来就是例行的会议 那例行的会议里头 开完会之后 会不会通过让国安基金进场 我想这边还有相当多的一个变数 所以我说过 我们当然都乐于期 我们都乐于期待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怎么样 我说乐观中 你也不应过度期待 我们还是得要很务实地去看 国安基金到底进不进场 如果国安基金没有进场 他还是用怎么样 例如说现在也有传出来说 可能要颁布什么进空令等等 不是没效 不是没效 但是你进空令 只是让做空的力道 空方的力道稍稍的减少 可是相对的怎么样 你也会让成交量减少 那成交量减少 对大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想这个见仁见智 这就多空看法分歧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先静观其变 我说过 我们都乐观 我们都乐于看到 盘面能够出现比较像样的反弹 但是会不会如这些专家权威所说的 网上谈一千点 尤其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因为今天领军的是谁 他嘛 他该不该谈 绝对该谈 对不对 你看今天谈了350 他至少占了一半以上 他至少贡献了200点以上 他跌得这么深 你说该不该谈 绝对应该 绝对必要 绝对天功地道 绝对天经地义 但是你要去想 随着今天台积电的墙涨 随着今天电子股的一个强谈 很多人又开始预期了 是不是有很多专家 权威又开始告诉各位 电子股跌升要开始谈了 我们怎么样 我们可以进场来强反弹 我还开始磨刀祸祸 强反弹可不可以 其实我说过的 强反弹能不能赚到钱 当然可以 跌升的股票强反弹 我认为 它本来就有反弹的机会 有反弹的机会 你能够强反弹 本来就容易赚到钱 但是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 我想现在电子股跌这么深 它不是只有跌一天 至少从三月跌到 现在跌了三个月 那投资朋友 当时电子股在拉回的时候 从高档拉回的时候 你有在高档卖掉股票吗 你有在高档卖掉股票吗 这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 如果你在高档 你没有卖到股票 纵使我来到这里 我告诉你电子股要反弹 跌升要反弹 不管它跌的五成 跌的六成 或者跌的四成 这里要反弹 我请问各位 你有钱在这边 再买股票来反弹吗 就第一个你要去思考 对不对 第二个你要去想 第二个你要去想 纵使你现在手边 还有一些资金 可以进场来抢反弹 但是我说过的 你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 你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 你来股市的目的 难道就只为了 我来赚一点零用钱 我来赚一点加菜金 我每天能够多买两根鸡腿 我就满足了 这是你来股市的目的 如果不是 我相信多数人来不外乎 都是为了赚大钱 否则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做融资 为什么那么多人去 放大他的信用杠杆 对不对 都想赚大钱 那你说想反弹 能不能赚大钱 我说过的赚钱有了 赚钱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可是你要赚大钱 你只要去思考 什么叫反弹 什么叫回收 反弹就是跌升之下的 一个反弹 它能不能过高 通常是不容易过高 那如果不容易过高的股票 你认为它空间会有多大 不是说赚不到 你赚不到大钱 你赚不到大钱 赚不到大钱只赚小钱 难道是你来股市的目的吗 这第二个你要去思考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今天看到 很多人专家权威 都纷纷的告诉各位 电子股哪里可以抢 哪些可以抢 大家讲的都头头是道 我说过当然抢反弹可以赚到钱 可是将这样的一个景象 当今天这么多人都在讲 电子股要如何来抢反弹的时候 不仅让我想起了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当我们小时候 我想应该跟我们 大概同一个年纪的 同一年 应该投资朋友应该有印象 我们小时候 因为现在 小时候毕竟不像现在 这个有这么多的一个娱乐设备 我们小时候也没什么娱乐 不外乎就控寒吉 对不对 有空 控油 大家要去烤番薯 对不对 好 那我这个影像 我记得我之前 有看过一个影像 就是一群小朋友 围在一个窑 控寒吉 围在一个窑旁边 好 然后指指点点 大家交头接耳在讲说 到底哪一颗是比较好吃的 哪一颗番薯是比较好吃的 结果你靠近一看 这一锅 不像一个窑了 这一堆番薯里面 其实全部怎么样 全部都是烤焦 全部都是烤焦的 只不过大家在讨论的是 在这么多烤焦的番薯里面 你到底要挑哪一颗 可能没那么焦 吃起来可能好吃一点 大家在讨论这个 但基本上全部都是烤焦 那跟现在的电子股 不也是一样吗 我就电子股 跌成这样子 很简单 我只问各位 电子股为什么现在这样跌成这样子 从三月一路跌到现在 有些跌四成 有些跌五成 甚至有些跌到六成七成 为什么这样跌 就连台积电都这样跌了 你看从688块 一路这样跌下来 为什么 这么好的股票都这样跌了 为什么 不外乎几个原因 通膨 我还在告诉各位通膨 通膨所造成的资金的一个紧缩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只问各位 通膨问题解决没 通膨问题解决没 至少你要等到7月13号 等到美国最新的6月的CPI出来以后 你再来讲说通膨已经解决了 我想还来得及 对不对 那现在最新的CPI的数据都还没出来 但是你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除了CPI以外的一些数据 我们先从6月份 ISM 也就是非制造业指数 服务业的指数 公布出来 比喻起来的好 比喻起来的好 代表说 整个景气 在服务业的景气 并没有如大家想象来糟糕 第二个 就美国的职缺 职缺 跟所谓的一个 去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代表的是 美国的就业市场是否紧俏 那这个数据公布出来 怎么样 也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好 所以代表 整个景气 在整个至少在就业市场 还是比大家所想象的还要再乐观一点 那换句话说 现在不是很多人在担心 美国的景气会倒退路 对吧 那当然目前有稍稍的降温 可是至少你说ISM的 我们刚刚所提到ISM的 这个最新的数据在54.5 54.5还在50以上 就是所谓还是在一个扩张的一个阶段 只不过可能比前几个月要下降 可是还是扩张 所以在这种情况代表景气怎么样 即便衰退 即便应该讲说不能讲衰退 至少目前所看到的是怎么样 它成长的速度变慢了 但至少还在成长 对不对 好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 代表什么意思 我想这段时间很多人在讲 如果美国的景气出现硬着路 出现了衰退 那么联准会怎么样 那么联准会 它可能现在一连串要升息的 这样的一个速度怎么样 它可能就放慢了 甚至于就在昨天 是不是还有人在预期说 搞不好明年FED就要降息 现在在升息 它说明年要降息 大家已经开始往这样去预期 可是这两个数据出来以后 它告诉你景气没有那么糟 那换个角度想 那换个角度想什么意思 换个角度想就是告诉FED说 你不用怕了 现在美国的景气还挺得住了 你就算升息我还挺得住了 那这样子如果你是包 你是这些开会的委员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如果现在升息 迫不得已一定要做的话 你是不是还是一样怎么样 可以很大刀阔斧的去做 所以我想各位今天也都看到了 六月的FOMC的会议 它的一个会议的纪要 它是不是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们就说结论就好 结论是什么 7月26、27这两天要开会 现在已经预期 至少两码起跳了 50个基点就是两码 两码起跳了 甚至于也不排除75个基点 换句话说 至少升两码也不排除升三码 因为毕竟以现在 整个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 商品交易所的利率的一个期货来看 认为7月要升三码的几率 已经高达90% 这个几率是非常高了 好 讲了这么多 回过头 造成电子股拉回 从3月一路跌跌跌 跌到现在7月 都在7月中了 7月初才出现了反弹 一路下跌的原因通膨 资金的紧缩 让整个估值重算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当时造成他大跌的原因 改变了没有 刚刚讲了那么多 就告诉你没变 就是没变 那既然没变 他就不可能回升 他冲钱量只是技术性的反弹 那技术性的反弹 能不能让你赚到大钱 不会 他不会让你赚到大钱 那如果他不会让你赚到大钱 我说 现在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没受伤的 当然知道赚钱 赚越多越好 对不对 有人谁会嫌赚钱少 那如果说你不 你不小心 你的电子股市在高档套牢 到现在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最需要的是解套 你最需要的是反败为胜 那我请问各位 你抢个5% 10%的反弹 甚至于可能幅度更少 可能3% 5% 你抢这种小反弹 纵使让你大一点 让你10% 20% 你认为你能够反败为胜吗 你从高档一路套下来电子股 就会抢这两个反弹 你就能够反败为胜吗 我想这难度非常高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一档腰斩了 卖功腰斩了 你一档跌了4成的股票 你跌了4成的股票 我讲电子股近期跌4成 应该比比皆是 青菜肯都想 台积电就落在三成 你说其他的小型股跌4成 像创委都跌了超过6成 我昨天也算给各位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不要说跌到6成 你跌到4成就好了 100块变成60块 你60块你要回到100块 你必须赚40块钱 以60块为基准 你要赚40块钱 你要涨将近7成 不是说我掉了4成 我再补4成回去 就解套了 没有 你落四成 你去那里去七成 你才解套而已 所以你去抢那个什么20%的 抢什么10% 5% 这样那个反弹 你认为能够反败为胜 我认为很困难 所以追根究底 你还是怎么样 我说过 你想反败为胜的 你还有资金的 你必须把你的资金怎么样 放在目前盘面 多数人所认同的 强势股上面 对不对 你看到目前为止 市场上所公认 所认同强度最大的 这一波上来 对这波在大盘跌多少 跌4000多点 可是却有一个族群 却往上创高 那叫生计股 对不对 那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说今天 生计股是整理的 这个大家都看到 这个我们也不解释什么 也不用去争论什么 争辩什么 今天生计股不强 今天生计股是整理的 今天电子股是非常强势的 但是我只问各位 你现在手中的电子股 你现在谁做电子股 你哪一个有赚钱的 你告诉我 有没有 卖工赚钱 惨赔了一堆 对不对 那你再看看 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生计股 当然我强调是 我的会员的生计股 包含像药花药 包含像宝瑞 包含像义德 今天不强 甚至今天都是拉回整理的 但是你有哪一个是赔钱的 你告诉我 所以未来主流到底在哪里 我想不妨 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在广告时间好好想一下 到底接下来 在反弹 我说反弹 一定要有 绝对需要 但是反弹之后你要做什么 先想一下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继续再聊 欢迎回到现场 我相信非常多的女性朋友 一定都喜欢穿怎么样 穿新衣服 穿新衣服怎么样 开心嘛 漂亮嘛 对不对 我想这是天性 爱美是人的天性 更何况是女孩子 对不对 所以 穿衣服 穿新的 这绝对是好事 但是做股票 是不是一定就要做新的股票 我们才有机会能够赚钱 那就未必了 对不对 我想我过去也跟各位一直强调一个概念 我就当你掌握到一档 能够涨五成甚至于一倍 两倍三倍 有倍数实力的一个股票 如果说你中途下车 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 对不对 可是你要如何能够不中途下车 我说过一档 能够涨三成五成 甚至于一倍两倍三倍五倍的股票 你想 不要说三倍五倍了 他要涨一倍两倍 难道一天就涨一倍 一天就涨两倍吗 那不是刚挂牌 刚挂牌 没有那时候可以去一倍两倍 对不对 所以你一档有机会 有实力能够涨一倍两倍的股票 终究他也要涨三成 他也要涨五成 然后之后八成 然后才有一倍 一倍才有两倍三倍五倍 他也必须万丈高楼平地起 按部纠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他在爬的过程里面 因为他也不是每天涨 你说脑股票就每天涨 每天喷 然后就每天10%一路 喷到一倍两倍三倍五倍 不可能 他涨了三成五成 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 有人要下车 有人要上车 稍微筹码换一下手 对不对 然后到了八成九成 再换一下手 慢慢的在震荡间行进 那如果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他整理的过程里面 你就下车了 那后面的话再涨 那你想 那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很延期 对不对 所以我说股票操作 当你好不容易掌握到了 一档有倍数实力的股票 结果你在中途下车 那是最可惜的 那是最可惜的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概念 做股票 只要这档股票 它该有的价值 还没有被显现出来 你不要老想着要换股 这跟我们女孩子要换新衣服 要穿新衣服 这是两码的事情 这不同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说我现在我的操作很明确 因为我们说的 大盘它是反弹还是回升 又或者说我们说 电子股它是反弹还是回升 刚刚我们讲 让电子股大跌的原因 到现在没有改变 所以它终究就是反弹 那如果大盘电子股 还在往下压回的过程里面 生计股你说它结束了没有 你不要说什么 它的题材之一叫生计月 生计月月底才开始 现在才月初 这个题材都还没开始发酵 你觉得整个它已经结束了 我想沿着过早 其他我们个别股票的一些利基 时间关系有空我们再来聊 最重要的 我认为整个生计股 它还是盘面的主流 好 那对于一些 目前正在整理的生计股 原本是可以找机会切入的 但是因为成本离我们太远 所以我希望 对各位最有帮助的 其实是跟进我们的新股票 对各位是最好的 好 那我们新股票 我也介绍好几天 本月之星 即将要准备进场布局 前面没跟上的 想跟上最新标的的 依旧是生计股的 来 今天随时打电话进来登记 就可以第一时间 跟上我们的操作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知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